你被开除了 上班第一天 我被男生吵了 吵了吵了 迟到了迟到了 哎哎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哎你哪个部门呢 你不知道这是 总裁的专属电梯吗 你闯进来干什么 总裁您没事吧 我对他居然没过敏 没事 尽管我不过来 你老婆在我不方便 知道了知道了 好 李朱莉 以后三观不正的人 少招进公司 好的总裁 莎莎 你麻烦让你相亲 也是为你好 莎莎 待会儿你去 给总裁做汇报 第一天好好表现啊 好 第一天和男神近距离 接触如何 别提了 我在电梯里 把她得罪了 真害怕 女人 你成功引起她的众多 被她讨厌男女好 我宁愿她不认识 我听说她是那个 她的助理就是她的男朋友 我没有我不是 我就是有点 那个 珊珊 要坚强 许像不是她能决定的 只要她能幸福 我会祝福她的助理 许像 你在办公室的投屏怎么没怪 我们都看见了 兄弟好运了 完蛋了完蛋了 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吧 对不起 渊总 我不是 你骂我是渊总 您不叫渊总吗 那叫大渊总 出去 是 我对她居然没过敏 等一下 我对她居然没过敏 没事了 走吧 听说她被开除了 活该 叛恋总裁 怎么不看她自己想起来 还敢说总裁是那个 找死 第一次遇见她时 我就喜欢笑容 很会痴心望想 只希望每天都能见到她 我的努力 终究被自己引退成了一场笑容 对不起 对不起 喂 杉杉 晚上战友约我一块吃饭 你必须得到啊 我战友他儿子可帅了 你肯定喜欢 现在 老板居然在我对面 和我相亲 老板居然在我对面 和我相亲 这是大渊 你王叔的儿子 人家年纪轻轻就开了公司 你多向人家学习 杉杉也很优秀的 你不是说杉杉在公司 很受到老板的赏识吗 哦 有多赏识 我们家杉杉啊 因为工作能力突出 他们老板天天求着她 到总公司上班 都当主管了 哦 这么厉害啊 没有 这是为了让我爸妈安心 我吹牛的 我们家杉杉说了 她老板可喜欢她了 要不是因为那个老板呀 年龄大 加徒弟 我们家杉杉 早就是老板娘了 年纪大 还多点 大渊 你多陪杉杉聊聊 杉杉 怎么了 脸色这么差呢 哦 我肚子有点疼 怎么了 刚才好好的 怎么肚子都好 没事啊 叔叔 我先回去休息了 你们慢慢叙旧啊 我送你 我人没了 袁总 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 不管怎样 我都不该在工作时间 八卦老板的闲话 您开除我是应该的 还有刚才的事情 也是我的不对 对不起 你想不想扶植 真的吗 袁总 站住 别动 比我两比 我与女性接触会过敏 但奇怪的是 与你不费 我应聘你当我的贴身助理 我身边的确需要女性的存在 如果再传出性取向的留言 对公司影响不快 不是 你变态呀 我只是不敢相信 所以您不喜欢男的 废话你才喜欢男的 您对女性过敏的话 那您对小女孩过敏吗 哥哥 你给买朵花呗 那你不喜欢男的 你帮助 我让你帮助 我不要帮助 我让你帮助 我让你帮助 你帮助 好 那我先走了 不觉不觉我爱上了她 想方法去表达 勇气你在哪 那么多路人家 走到不爱我的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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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睡好 毕竟折腾了一晚上 而且腰还挺酸 我 李助理 以后杉杉跟在我身边当助理 她的工作你来分配 好的总裁 好的 那我先走了 李助理 啊 怎么了 她不是被开除了吗 现在杉杉是总裁助理 总裁不敬女色 连支母文字都飞不到她身边 她怎么会抓女助理啊 我在公司四年 和总裁做工作汇报 都必须要离她两米远 她凭什么 杉杉 你给我等着呢 李总 新来的小助理 买两杯咖啡送到总裁办公室去 哦 好 迟到 扣三百 现在刚好九点半 你不知道公司需要提前半小时到吗 不是你让我买咖啡吗 这是你迟到的理由吗 再敢迟到 开除你 袁总 赢得咖啡 赶快拿出去 我闻不了咖啡的味道 杉杉 你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总裁从来不喝咖啡的吗 不是你 你这个助理 都出去 张经理 你骗我 我骗你什么了 哦 对了 你既然来了的话 把这些还有这些都统计完成 不完成不许下班 这么多报表 一天怎么完得成 我只负责下达命令 完不完成得了 是你的事 不想做就离开公司 少废话 下次再说吧 不好意思 李经理 你是怎么做事的 报表上的数据都是错的 总裁 像这种不会办事的人 就别留在公司里 这不是我的那一份 张经理 是你 你被开除了 听见没 你被开除了 自己滚蛋了 我说的是你 喂 叔叔 李先生 你爸爸今天在叔叔这儿聚会 你向那班人一块过来 叔叔给你做好吃 谢谢叔叔 只是往海里加班做报表 你是在大员公司吗 那臭小子居然敢让你加班 我现在让他过来跟你一起加 哎 叔叔 报表给我 这份报表我也有参与 咖啡的事我没问你 就是想看你到底要做什么 没想到你居然在报表里动手脚 公司容不得你这种心术不正的人 自己走吧 总裁 这中间有误会 没听见圆总 没听圆总的话吗 你都开除了 莎莎 你以前爱恋的国艺订婚了 你不来祝福一下吗 不好意思啊 圆总 我今天下午想请个假 随你 哎 你笔记本忘拿了 莎莎 你以前爱恋的罗伊订婚了 你不来祝福一下吗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莎莎 你今天还敢来啊 今天不是同学会吗 我为什么不来 罗伊和佩佩订婚了 当初你对罗伊死成烂打的事 我们可都知道 我什么时候 珊珊 好久不见啊 佩佩 你和罗伊订婚了 恭喜啊 你是真心祝福吗 你当初你对罗伊死成烂打的事 对罗伊的事 可是在学校的时候 哎哎哎 那可是珊珊自己做的 我对她很没兴趣 亲爱的 你别这么说 都过去了 听说珊珊现在没有男朋友 不会还对罗伊痴心妄想吧 罗伊 你叫我来什么事啊 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吗 你愿意穿上台为我跳舞吗 这个 你不是喜欢我吗 做不到 来 跳吧 来 去吧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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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我了珊珊 你难道真的没有尽尊吗 我赌了 都给我一百块块 你看看 你要不爬就能是在珊珊 喂 云总 忘了说 你东西丢我车上了 我放在公司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到现在都还没男朋友 你不会对我 还痴心妄想啊 像珊珊这样没有自尊的甜狗 怎么可能会有男的喜欢她啊 不好意思 还在同学会吗 嗯 调头 去换店 你们别太过分了 哎 珊珊 今天我订婚 你要不要穿个乌龟可笑舞 为我庆祝一下 说不定我开心了 我可以把我表哥接上给你 罗姨的表哥可是钢银子 配你这么合适 对啊 珊珊 跳一个 让我们也开开眼 跳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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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对不起亲爱的 我来晚了 你看看 你看看 要不怕这回事吧 珊珊 掉头 去换店 渊总 你怎么老了 我女朋友被人欺负 我过来跟她上标 珊珊什么时候有这么帅的呢 我可没听说过 她比罗姨帅多了 兄弟 想跟你朋友出头是吧 行啊 旁边正好有个台球室 咱俩比一局 你要是输了 你替珊珊穿那玩意儿 敢吗 那要是你输了呢 我穿 你抬球得过奖 谁能赢过你 不 怕了 要不你俩一起上 一起跳 别为难她 我跟你比 可惜佩佩不在 看不到就出好戏了 怎么不敢啊 怎么不敢啊 珊珊 要不你直接跳吧 反正你不是第一次了 别害怕 相信我 嗯 给你机会你目中用啊 对不起 袁总 没关系 交给我 好 学着呀 什么叫做易干亲 大约是吧 准备好跳舞了吗 糟了 这个位置对大约有力 他要赢了 糟了 这个位置对大约有力 他要赢了 就是故意羞辱 让他只能犯规 又挡罗伊的球 这次角度更刁钻 罗伊太惨了 干嘛 被大人耍得团团转 准备好跳舞了吧 哎哎哎哎哎哎 我堆了 都给我一百块 你看看 你看看 要不怕 这回是吧 珊珊 哈哈哈哈哈哈 走吧 走吧 好了 戏也看得差不多了 我跟珊珊就先走了 哎 你知不知道你女朋友 大学时候盗主 她是我的舔狗 这样你女朋友 女人又来干嘛 珊珊 你敢 你敢动我扭入一下试试 袁总 谢谢你 这是从小到大 第一次 有人为我出头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是否有心发现 对不起 袁总 嗓子有点热 都抱上了 怎么又放开了 奶奶 她叫珊珊 是总裁助理 这是助理怎么行 下一局 我要抱登孙 在你夜心里靠近 这是助理怎么行 下一局 我要抱登孙 老夫人 调查清楚了 珊珊小姐怕狗 三 二 一 放狗 哈哈 漂亮 奶奶 你让人珊珊来家里边做客 就是为了放狗吓她呀 不就是个助理吗 怎么 心疼了 心疼把她娶回家呀 奶奶 快给人珊珊道个歉 你要我道歉 行 我去给她端茶倒水 奶奶 唉 唉 袁总 奶奶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我也不清楚她到底想干什么 坐会儿吧 水 唉 珊珊 嗯 给我拿个气泡水 哦 好 唉 珊珊 唉 你看那儿有灰 擦擦擦擦擦 嗯 好 唉 珊珊 厨房那个半碗洗了啊 好的奶奶 唉 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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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奶奶 够了 那人珊珊是我的助理 又不是你的佣人 你没必要这么去使唤珊珊 唉 你臭小子 你一个月就到我这儿来一次 要为了你小助理 你跟我吵架 行 你看不惯我是吧 我走 唉 奶奶 我不是这个意思 别跟着我啊 我不想看见你 我跟我孙子 因为你吵架 你怎么就不知道劝劝 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留在我孙子身边 想干什么 不就是想搬高枝吗 说吧 你要多少钱 才能离开我孙子 奶奶你误会了 我留在渊总身边 不是因为她的钱 那你是因为什么 难道因为 你喜欢她 是 我是喜欢渊总 但不是因为她的钱 是因为她对我很温柔 你敢 她会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替我出头 你敢动我女朋友一下试试 你被开除了 她会在我受冤枉的时候 替我主持公道 我喜欢她是纯粹的 孙媳妇 太好了 奶奶帮你 奶奶说她把你骂哭了 没有啊 她让我在卧室等她 她去洗手间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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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喜欢渊总 但不是因为她的钱 是因为她对我很温柔 她会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替我出头 她会在我受冤枉的时候 替我主持公道 我喜欢她是纯粹的 所以说你是真的是 老夫人 别书都按照您的吩咐上锁了 渊总和珊珊小姐呀 明天早上之前 都不能离开别墅 公德圆版 送我去机场 我要去法国 跟我那五十八岁的小奶狗 度蜜月去了 我回国了 这两天我很想你 你愿意见见我吗 谢谢大家